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响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知道我们要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这个事情的热闹 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也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公众的募款 公众的集资 也欢迎你们透过除了订阅之外 也可以实际捐款来支持我们积蓄的做好的节目 那前一阵子其实我想几个礼拜之前 台湾非常发生了一件让人家非常遗憾以及难过的事情 就是台铁在花莲呢 其实就发生了这个车子的这个所谓的 非常严重的撞击事件造成了49人的死亡 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导致了这个李嘉隆部长下台 而在这个社会除了在 相关的这个做后续的补救 或者是在检讨之外呢 其实很重要就是台铁未来该怎么办 台铁应该要怎么去改革 这个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数十年 但是似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进展 而提出改革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要去让台铁能够民营化 或者是也有人说是公司化 认为这是一个改革 这个国营事业 或是台铁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台铁民营化公司化 到底是不是改革这个台铁问题的一种做法 或是一个唯一的做法 今天跟大家来一起聊天的是台大经济学的博士 盧其红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其红你好 郭老师好 大家好 是不是先请其红来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对于台铁公司化或是民营化的看法是什么 好 那我觉得要进入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公司化民营化 然后甚至知道说台铁本来的性质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进行讨论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谈公司化的话 其实定义上应该是说 这是一个组织上的变革 本来可能是由政府的部门 比如说台铁局 然后开始切割成经营财务独立的个体 然后变成一个个别公司 那既然成为公司的话 他的目标上面其实叫做 一般公司都是这样 以盈利为导向 以盈利为目标 大概公司他本身最重要的性质 大概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这叫公司化 但不见得一定涉及民营化 那民营化指的是什么 民营化指的是说 当这个事业体 他成为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后 那他就有所谓的股权 那民营化就是说 将股权从政府的手上移转到民间的手上 那一般在国际上面 其实没有民营化这个说法 其实就是私有化 那 比较严格设定私有化 可能就在谈的是 股权是否集中在 在少数人手上 或者说集中在民间手上 那是否 国家持有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但是基本上民营化私有化 其实大概同个概念 就是股权 从政府手上释放到个人手上 那公司化以至于民营化 它可以达成各种效率 其实它是见机于一个 非常重要的假设前提 就是说它可以透过市场竞争的效率 市场竞争 来达成各种效率 各种效率可能包括比如说 这家公司它可能财务上面 可能更加健全 或者说它在经营上面更有 怎么样 更快速 或者说更能够反映客户的需求 甚至是营业上面更安全 但是它是建计于一个就是 市场能够 维持一个竞争的状态 然后它 没有垄断的问题 没有市场失灵的问题 就是说没有各样外部性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前提假设都成立的话 那确实可以透过公司化民营化 来达成这样的 的期待这样子 这是公司化民营化的一个基本概念 这样 但如果说你看到台铁的话 其实台铁基本上是一个公共视野 那它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就是很多公共视野 它其实具有第一个自然垄断的性质 什么叫做自然垄断 就是说 它在初期的投入成本非常非常大 比如说你今天想想看 你今天 你今天台湾铁路 你如果去看Wikipedia 你可能看到它可能是清朝时期 你就在 你就在铺铁路 铺铺铁路是一个 非常耗费时间人力物力的一个 一个过程 这段时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营收的 所以那 它第一个固定成本非常大 而且第二个是说 它可能因为某些的关系 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人 或其他的资金 愿意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它有一个 它进入市场门槛 其实相对是非常高的 进入市场门槛高 而且它的资金回收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个自然垄断的一个性质 那当然里面就包括 我刚才讲高投入成本 或是高进入障碍这样子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这样的公共视野 其实通常都具有非常高度的 正面的外部性 也就是说 你今天铁路运输不只是搭乘的人 或是这家公司 因为有人搭乘他获利了 所以他很开心 或是乘客很开心 不止如此 它可能导致了 它可能创造了 比如说因为有铁路的关系 所以促进了交通 以至于促进了经济 所以是一个高度正面外部性的事情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不只是铁路公司受益 或是也不只是乘客受益 而是整体的经济受益 然后他可能甚至溢注到 比如说旁边的居住的民灾 或者说什么其他东西 那如果具有高 高度正面外部性的 也就是说有一些 所谓的外部性 就是说这些的利益 是没有办法直接记录到 铁路公司的营运的绩效里面 比如说你今天好像 假设你今天干涉一个铁路 然后所以旁边的人可以 因此可以进到 有国小可以读 就偏乡 他可能住在偏乡 他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学校可以读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读出 但是因为铁路关系 他可能可以进到 所以他就可以到都市里面来 但是请问 解决他运输上面的问题 假设有个铁路公司 他因此可以获益多少 不好意思 zero 对 不会有人因为偏向的小孩 可以得到到都市读书 所以他就因此获益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外部效益 对于公司而言 他可能是零获利 但是其实对社会来讲 是非常正向的一个结果 对 但是不管他是一个 自然垄断性也好 或是你刚刚谈到 这种所谓的外部性 而这外部性是一种具有 很有公共性的外部性也好 我们都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台铁的问题非常的多 那他的事业虽然是特殊 可是为什么不能够透过 民营化 或者公司化的方式去解决 简单来讲说 你刚刚谈到公司化 他未必要民营化 但是有时候公司化 会变成是民营化的一个前身 但是我们先不谈民营化 我们谈公司化 公司化本身就是 他可以去增加他的效能 他可以让面临到某种的竞争 他可以去面临到 这个竞争也许不是同一的竞争 可是他可能会面临到直接面对到乘客 他直接面对到乘客也是一种 对他来讲是一种竞争 或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 这样子做有什么不好吗 好 所以我觉得回到没错 管老师问题是对的 就是说公司化或民营化到底 就是虽然台铁他本身具有很高的 真面外部性 但他问题很重 对 然后可否藉由公司化或民营化 来进行某种样改革 先不进入到具体的data的话 我们直接就概念来讲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陈述了 公司化民营化概念 希望透过市场某种样竞争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让公司的执行能够改变 才会能够这样 但另外一个东西是台铁本身的公共事业性质 那为什么会有公共事业存在 其实他某方面就是在回应 市场失灵这件事情 市场本身不会产生 有任何的人有意愿 去做一个铁路投资 刚刚讲因为高固定成本 而且很多的正面外部性其实是没有办法计算进入他的绩效里面的 所以是否可以透过公司化或民营化来改变一个公共事业本身 从里面的问题 其实他在概念上面其实他是有点互相冲突 就是他其实是要用一个 怎么讲 用 我有一句话就是讲说是 是在 怎么样 用市场机制 是来解决因为市场 因为市场失灵的产物 我再解释一下这句话 就是说台铁或说公共事业是市场失灵下的产物 这句话大家应该可以接受 就是说没有人会投入到这个东西上面 因为他 一般的私人公司不会去花钱去做 没错 即使包括很多拿来做的比喻的这种捷运也好 或者是像这个高铁也好 他都是由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前期的成本 对没错 所以他是一个市场失灵下的产物 但现在讲说用 公司化或私有化或密化 来去来解决台铁本身的问题 其实他变成是你希望透过市场的机制 来解决市场失灵下的产物的问题 其实他本身是 错没有是有问题的 原因是因为 台铁的出现 公共事业的出现 就是为了要解决市场的问题 OK 好 简单讲最具体来讲 更具体一点来讲 就刚才讲这是一个资产永端 他是透过竞争 来达到他的效能的提升 但如果今天台铁公司化或民营化 其实他一样是一个 刚才讲自然垄断 他一样是一个垄断 垄断体 所以他并没有竞争的对象 他只是从一个由台铁 由政府所管控的一个事业单位 变成是由以基效为导向的一个事业单位 甚至是由私人部门所掌控的事业单位 但是本身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是一样就是单一的台铁 他的唯一的就是他可能是没有具有替代性的 即便是有高铁有北街可以自己开车或甚至坐飞机 但是问题是在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能是 他的服务的对象不同 他的公共的任务不同 如果回过头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你刚刚讲说因为他的这个先级的成本很高 那所以不会有私人 就是市场不会自然产生 所以他就是国家去做的 那好吧 那已经国家已经做了 我可以让铁路是公共化 但是我的营运是私有化 或是公私化或是民营化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高铁也好 或是捷运也好 他也是某种程度的公私化 但是他的铁路是公共支出 但是我在经营的方式是引进私人企业的 盈利的模式或是经营的方法 思维来做 这样也不行吗 我认为其实在怎么样 这要回到我们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假使今天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是要去解决台铁的财务问题 这完全是可以work的 绝对可以 就是说第一个你把那些 那些政府本来就要负担的东西 然后全部丢给政府 对 然后这家公司不负担 然后这家公司完全就负担营运 然后就是收钱 然后开车 然后那他的 他为了要去来 使得他绩效越来越好 其实他只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调高票价 对 一定可以 因为全台湾就他一家 对不对 就是独占 他独占 对不对 好 那他可以调高票价 第二个他可以砍人 绝对可以砍人 对不对 那砍人 当然就是他的一个讲法就是说 我为了使得这个效率更高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可被提速 其实在台铁过往虽然没有公私化 但是我其实一个主题上说 台铁虽然没有真正完成公私化 这一个程序 但实际上他的实际的精神已经 已经公私化了 对 包括你看到一个 其实你虽然他是台铁局 但是他其实 你可以你看他的年报 有看 比如说之前陆杰森或者说谁的 你可以看到台铁局 他们那种那种对外发言 其实你不要说台铁局 你今天换一个台铁公司 然后你跟一般法人 你跟法人说这是一家公司 然后上司柜你相不相信 我也相信 因为他里面讲的那些逻辑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里面其实他就谈一个叫提数 什么叫提数 很简单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创造营收 车子越开越多 越能够创造营收 那你轨道这么一条 那你就把怎么样 颁表间距拉短 那颁表间距拉短 你就要怎么样 开得快 对 因为你的目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的目的力是一样 所以叫做提数 你就是开始提数要变快 这样子 那提数变快其实一定是 这种铁路公司他要去 让营运他更有效率 或是更能够反映在财务上面的 一个手段 但问题是 这时候就遇到问题了 就是你今天铁路的维护问题 或者说甚至是运输设备 维护搞不好也需要政府来负担 不一定 对 但是因为你只要提数过快 基本上你那些基础设施 基本上你就要相应的 一定要去做某些提升 或是某些的更新 那这些成本可能是有这种负担的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这家铁路公司 他在绩效提升的同时 其实他是在创造某些成本 那个成本其实是有公众负担的 这合不合理 大家可以想想 第二个是说你提数变高 其实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事故的问题 但是其实事故我要讲 事故其实是豁然率的问题 谁说一定会事故 百分比 而且事故可以有很多的 这种其他的机事去解决 对比如说你可以讲说 这是个人 司机个人的问题 这跟结构无关 这跟公司无关 甚至只要有些人下台 其实大概可能风波就结束了 但是财务数字是确定的 你只要提数提高了 就算是有一些事故发生 他maybe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 但是他的财务一定有所改善 票价提高了 maybe有一些人 偏远乡村的小孩 他没有办法去负担票价去上学 那so what 他一样可以去赚到钱 那因为那个公共的责任 不是由这家公司所负担的 所以那个结构会变得很畸形 就是说由国家去架构了 这家公司能够营运的基础 比如说我刚才讲 铁道的维护 铁道的更新或什么的 但是赚钱由这家公司来赚钱 公司化已经怎么讲 他就有点扭曲了 就是说他照理说他应该要来负担 他今天所创造收益 他所产生出款成本 他应该都要吸收 但是没有成本是大家吸收 尤其是很高的负向外部成本 就是说公安的问题 但是利益是由这家公司所持有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让他得到利益的时候 要求他来负担这些公共的支出 有可能就是外部成本内部化 但是如果我们核心的问题 本来就是要解决降低外部成本的话 那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大绕一圈 你看我们刚刚那个逻辑是说 我们现在要提高效率 而效率的界定是 像蔡英文总统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去降低财务的负担 或财务的亏损 然后再绕一圈 让他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然后再去来监督他什么 那为什么 如果我们最核心的目标 就是为了要降低公安 降低事故的产生的话 那我们应该从台铁局 就开始来去实行一个机制 就是说好 我今天最终目标不在于绩效 我最终目标在于安全 在于公共利益是否可 在安全的情况下达成 那有这个绩效 绩效界定为这样的话 那其实就直接可以解决问题了 而不用这样大绕一圈 然后而且 如果一旦真的公私化民化 你是否还可以透过国家机制去要求他 或是说 就是公私化民化 那个公共监理的 或是立法院监理的这个效能 他就会降低 虽然他可能还是会到那边去背询 可是他其实也可以 或是他对他的压力是没有那么大的 你的担心是这样子 而且他绩效很好 你看看看 过去都随便亏个100多亿的 现在 maybe 赚个几十亿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然后我们就看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赚钱有赚钱的方法 公安有公安的方法 可是赚钱的方法 如果只是在公司赚钱 但是其他的是全民买单 那个赚钱其实是有问题的赚钱 但是赚钱也不见得能够去解决公安的问题 但是我们再等一下再回过来讨论 就是说好 那我们看到台队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人主张公私化的原因是因为 公私化他除了刚刚谈到火味 获利或是绩效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所谓的管理的问题 就是公私化之后 我可以管考会更严格 现在公务人员好像 就是也也也就是肯定是 有些人会觉得是混吃等死啊 有些人觉得说他没有太大的竞争的压力啊 所以他就随便做 那台铁实际的状况是这样的吗 公务人员真的也只能这样子吗 我们待会再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还得发生严重的事故 虽然造者都只上了包商疏失 却凸显出台铁诸多的内部问题 又因为最近几年呢 公安意外的不断 改革声浪四起 公私化和民营化改革的可行性 也再度引发讨论 学者认为 全民营化可能会衍生内部经营管理的问题 应推可能会面临到基层强烈的反弹 台铁不但资产相当的庞大 还有巨额负债 如果推动公私化的话 将面临到切割资产的正通期 百年老店台铁 长期以来缺乏效率导致亏损 该怎么进行体制的改革 多年来一直被拿出来讨论 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民营化公私化 但谈了这么久 台铁改革依旧原地踏步 归纳原因 除了来自基层的压力 主要还是多年来累积的财务黑洞 根据统计 台铁从67年来 首度出现亏损后 几乎年年亏损 累积到109年 亏损金额1241.18亿 负载金额更创新高 来到了4079亿 学者认为台铁一定要改革 民营化方向可接近高铁模式 我觉得高铁高节 目前相当程度公有民营 我政府给你补贴都OK 就是后面要有明确的一些绩效指标 台铁改革刻不容缓 外界提出可借近日本将国铁分割民营化方式 但恐面临票价高涨以及内部管理员工的反弹问题 至于台湾高铁的BOT模式 则是国有民营 高铁在原始股东减资 供股增资超过六成后 开始转亏为盈 不过有学者建议台北捷运的车路分离经营模式 更中庸比较可行 但台铁的资产非常的庞杂 尤其是土地恐怕得面临分割 该怎么分割如何估算挑战相当大 学者认为台铁要改革就要减轻资产 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 资产管理分开营运 残弱的体质才会改变 不过阵痛期恐怕要花上五到十年 会是很大的工程 记者黄烈歇请问台北报道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有关台铁公司化民营化的问题 当然除了谈这个话题之外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 YouTube频道 当然也期待大家可以捐款 支持我们来持续做好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的来宾 虽然我们认识很久 但是这个职称我是第一次听到 叫共力研究社研究员 也是台大经济学的博士 卢西洋你好 关老师好大家好 就是 公力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单位 然后协助大家去做很多样的 我想这些蛮重要 其实我一直很想谈这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台湾对这部分的研究 其实相对之下 不管是支持或是反对 我觉得研究其实并不太多 那国外当然有很多这类似的研究 可是既然是一个公共政策 那个背后的研究其实是很重要 没错没错 对其实稍微不同一下 就是说台湾其实在各方面的政策上面 其实他的实证研究其实都偏入 嗯 就是说过去台湾可能没这么中实证 他可能就是国外有什么 比如说像好 免疫化真的可能1980年 在开始室友化 民疫化开始风行之后 台湾可能就是尾随这个东西 对 那但实际上他这个东西他到底 实证上面对台湾的贡献 甚至对其他国家贡献 其实在台湾的政策讨论里面 反而不这么被重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共研究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要努力的方向 这也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不管你是什么样立场跟主张 实际的实证的结果 或者是那个 那个可以检证的这种资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一个题目 就是在谈公司或民疫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目的 所以刚刚谈到获利或是运运之外 还有一个也是在运运有关 就是他的效能 我们常会看到一种批评 就是你看台铁都是公务员 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公务机关 就是大家也都不是很努力 不是很认真 然后灵活度也不够 例如说他的行销也不好 然后他的市场的反应克服也不好 那当然他也会导致 他在整个公共安全的检测上面 可能也没有所谓的叫key 刚刚没有一步一步的来 那也有人觉得说 那用公司化的方法或民疫化的方法 不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好所以第一个就是 这个命题叫做如何可提升效能 那所以我们一样就是要先来问 所谓的效能指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效能指的是 比如说台铁的客运人数 或是台铁的每名员工所承担的客运人数 就是他的劳动强度 就是他的服务 就是每个人员工可以负担服务量的话 以数据来看 其实台铁这十几年来 其实是不断走高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设想说 因为他们是有公务人员身份 所以他们每天都泡茶 翘脚聊天 这跟实际的数据 是无法得到任何的支撑 其实他们严格也不是公务员 他们其实是公务人员 他们其实很惨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公务人员兼劳工身份 他们其实两边都没有足够的保障 也没有劳工的好处 比如说劳工他 maybe他有工时的限制 但是他因为具有工务人员身份 他可能就没有工时的限制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对他们的工时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对 那尤其是他们劳动强度 就是他们的工时很长 然后他们劳动强度很高 但他们劳动条件也很低 也没有很高 也跟一般的公务人 我们想象的那种文职的在办公室里面 那种文职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他们第一时间负担乘客 或是要负担 比如他们的所谓的有机电维修之类的 就是他们其实要嘛负担乘客 要嘛负担就是整个机电的维修 其实都是跟马上的现实 怎么讲 当下的运输状况马上会反应出来 立刻反应 立刻反应的 而且他们的 所以他们压力其实要比一般工人员 没比我兼职上千要大很多 所以完全不能用传统工人员的想象 去来想象他们 而且我要讲 即便现在的工人员 文职工人员 他老强度可能比过往 大家脑袋里面想象的那种 工人员想象完全也是不可同日而遇的 对 所以第一个效能为何 如果你是要看 他所谓的提升效能 是要看他的运输量 或者是他的每名劳工所承担的业务量 其实是大幅提升的 反而是要问的是 如果我们先要提升的效能 是要提的是公安 对 公安的效能 如何保障每名乘客的安全 那这个反而 是可以透过公私化民营化来解决的吗 如果以过往历史经验 其他国家的实验过后结果来看 其实并没有因为公私化或民营化 使得他们的公安数量大幅的下降 反而因为公私化或民营化 因为厂商或因为公私化以后 他是一个独立的财务个体 他为了要优化他的财务状况 所以他可能会降低很多的维护成本 那反而因为降低维护成本 为了追求财务优化的关系 所以使得公安事故频传 或是一次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 对 因为比如说你今天铁道维修 没有维修是一个累积的状况 一旦真的出了问题就是一个很大很危险的事故 例如说英国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故 对 比如说像英国的话就举例一个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国其实他是有话 就是民营化其实很多就是从英国开始出来 所以英国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故 就是在哈特菲尔德这个地方 然后产生一个铁路事故 当时一个市营的路网公司 他们把铁道的经营 还有铁道的维护 是把它切割开来的 那家公司叫英国铁路公司 叫做Rail Trek 那他因为长期降低铁路的维护成本 导致火车在哈特菲尔德这个地方 因为铁路的金属疲劳而出现 出轨的翻覆 当时造成了四人死亡 其实都会受伤 然后之后发生 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英国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英国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是把Rail Trek收归国有 或者说Rail Trek 它所掌控的国有资产 原来的国有资产 在收归国有 由国家来经营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发现到说 这家英国铁路公司 它根本没有办法去 合理的去维护这个铁路的安全 或是就是维修 或是更新这样子 所以导致了这么样重要的事故产生 而且它为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做 就是因为它财务上面无法负担 或者说它为了要优化财务 它去降低的量成本 所以如果你用国外的案例来看的话 你说如果你的所谓提升效能 是建立在公安上面 公司化民营化是否可以 有一个线性的说 因为公司化民营化 所以这个公安 使得公安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 这完全是无法证明 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日本也是一个常常被拿来局 民营化的例子 我们看到日本民营化之后 有人觉得说 例如说它的准点的 就是比较准时 或者它的整个服务是比较好的 那它在公共安全上面有因此而提升吗 如果照数据来看 其实也是没有的 那它 没错 大家可能在消费者的逻辑上面 因为这家公司它为了要盈利 那它希望大家多人来打 这样子 对 那它可能会让它的 比如专点 我刚才讲 比如说甚至提数 可能更快 你会觉得原来做的很慢 然后现在变得很快 对 但是很快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讲 豁然率的公安问题 一旦发生 没发生没事 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公司赚钱 一旦发生了 就是大家所有人 就是社会承担这个责任 那具体的例子就是说 日本铁路民营化之后 在2005年的时候 它当时就是因为追求高效 高速的效率 就是把速度提升 导致了107人死亡 560人受伤的JR福知三线出轨事故 那所以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优化 刚才讲嘛 公司要优化的话就是提数 列车数量变多 然后就是裁减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支出什么的 那大家愿意为了 要让一家公司 能够财务优化 然后去牺牲一个 怎么讲 公共安全的霍染率嘛 也不是说你一定会死掉 对 你不见得一定会翻车 我没有说 今天公司会一定会翻车 但是它是一个霍染率的问题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 其实这可以算嘛 假使霍染率是0.05% 万分之五 0.05%万分之五嘛 万分之五 但是可以使得公司效能提升 如果我是公司经营者 我maybe我会这样选择 对 原因就是因为 忽然率太低了嘛 就算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可能也可以 在某种数据上面都看出来 那个所谓的反应都不是那么的明显 对对对 尤其是说就是 你可以透过各样政治方式 然后去来把这样事故去导向 到某些人的身上 这样子对 那这样的话 那就可以让公司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听起来不管是所谓的现在的国营事业的状态 例如说台铁 或者是将英国或者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公司化 或是民化的做法 对于降低所谓的事务公安的问题 它没有必然的关系 没有 现在看不到说任何一个研究 就是说今天 或是说这些互相案例其实就一天证明说 你没有办法说公司化民化 就绝对的倒向了公安事故的下降 对但是公安还是很重要 所以它会不会反而是回过头 是一个内部管理的问题 有可能 就是怎么去管理 怎么样去做 例如说好了 有一种说法 例如说也正是台铁的例子好了 我们如果可以在 这些所谓的工地的旁边 我们都已经知道工地嘛 然后我们行机工地的前后两公里 我们就降速 那这也许就是可以稍微的 反应可能会比较快 对或者是我们要求那些外包厂商 把这个东西做好 把这个安全维护做好 他也不可以在假日偷偷跑去工作 或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这个管理问题跟公司化跟民化 是没有关系 不见得有关系 但是很多会觉得说 那公司 因为你是国营化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公营事业 所以你在管理上面的要求 就没办法那么高 那或者是对于员工的要求 对外包厂商要求 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高 可是如果是私人公司 反而是可以做得到 呃 所以我这边必须要强调说 第一个虽然台铁 现在没有完成公司化的历程 但是台铁本身我认为 已经进行了某种公司化 嗯 OK 公司化其实几大指标 就是说 他的本业要不要优化 就是说像刚才讲嘛 就是说他要不要提数啦 什么 这其实在他的台铁年报里面 都已经在做了 OK 要不要转投资去进行别的手艺 也都做了 做了很多 要不要去裁减员工 去来降低不必要成本 也都做了 那比如说裁减员工 这是最明显的 在2002年 03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民进党政府 前一次的民进党政府 他其实当时就提出了一个 就是台铁 呃 台铁 台铁 台铁重建计划 呃 应该就讲讲台铁公司化的一个草案 嗯 那当时其实他就有一个设定目标 就是说 在当时还有在15000名的原额状况下面 然后希望能够去降低到13000名 嗯 那这个是在公司化的目标里面 嗯 那 但后来因为台铁公会的反对的关系 所以这个草案后来被不断的延后 对 那但是这个目标本身有没有达成 又有达成 嗯 这个目标呢 就是刚刚讲15000名 大概2000年初 然后一直一路降到13000多人 出头人 然后大概到2017年之前 大概都是朝向那个趋势走 嗯 但是当时的整个铁道运输 其实他数量是不断 他的量能其实是不断增加 嗯 换句话说 在量能不断增加的状况下面 然后不断降低的成 呃 不断去削减员工 其实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说 提高劳动生产力 对 然后去降低他不必要成本 嗯 OK 那在这样状况下面 有没有办法抑制公安呢 其实没有的 没有 后来发生就是2018年的普悠玛事故 嗯 那 所以我要必须要讲就是说 就是说 呃 这个原来由国家控管的 是否可以透过公私化或民营化 去来转变 那你也国外跟你讲说 好像不见得这样 但是刚刚管大讲说 OK 那但是台铁本身这个问题这么多 搞不好真的这样 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能可以改变些什么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公私化其实好像在进行 嗯 那可否改变 其实市政已经证明给大家看 在目前为止看不出 也要看不出必然的关系 但是现阶段反而有趣的状况变成说 2018年普悠玛事变之后 事件之后 然后产生了一个对当时公私化的一个趋势的检讨 所以开始扩边人力 OK 但是呢 现在因为2021年又发生了这个泰鲁格号的事件 反而变得反反改革 嗯 应该意思是说本来是公私化的历程 2018年检讨了 所以开始进行一个逆公私化 嗯 但是现在呢 反而因为泰鲁格事件后来又开始顺应公私化 嗯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呃一个一个一个非常错谬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对 然后另外是说 是否是透过这管理效能提升 就是刚讲内部管理啊 是不是有一些监控什么的 但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泰鲁格号 呃 其实应该说普悠玛事变之后 其实我认为当时我认同你改革方向就是扩增资源 嗯 你要去管控 比如说你今天成真的管控什么 但重点是你要给这个单位足够资源来做相应的东西 什么资源 人力的资源 嗯 然后就是钱 去来购置新的设备 嗯 去来维护铁道 嗯 这些是最关键的 那为什么今天泰鲁格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外包嘛 嗯 那今天本来这些工程 maybe是台铁可能自己要做的 或者说他可能即便是外包厂商 他可能有更高的资源的规格 去来去监控或什么 嗯 但如果没有资源 你存有这个目标 其实基层也无法达成 对 对 那只会产生更多要落差 然后后来再创造一步 你看吧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我们要公司化 这根本是假的 嗯 真正的问 真的要改变公安的事故的话 第一个确实要有一个效能的一个设定 设定在就是公安 而不是财务 嗯 第二个是要达到公安这个效能提升 资源 人充沛 嗯 然后铁路也好 或是车也好 或是系统也好 都能够革新和改善 嗯 这样才有可能真的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你的意思说 其实应该反过来 其实应该是投入 国家投入更多的资源 包括 人力的资源 例如说 台铁员工长期在讲到的 就是 对 他的这种所谓劳动力 劳动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对对对对 那或者是说 我们看到最近的讨论 就是例如说好了 我们包括那个所谓的铁路的 义务入侵的监控系统 你就把它做好 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于大半了 呃 严格来讲 就是说因为这整个系统 我并不是专业 但是我相信就是从一个简单逻辑 经学的我讲 你今天资源投入的话 他一定会有固定的回报 但是如果没有资源投入 你今天就只想说 啊我把它全部卖给别人 或者说我把它变成 就设定一个 你也达不到目标 或是甚至你不讨论这件事情 讲说哦我要财务优化 那财务优化 你要去一定是降低成本 要嘛就是提高收益嘛 对 那这个完全是原目求鱼 就是你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对 所以 呃要改变问题 对 资源的投入 我相信基层的想法 我认为他们最 第一线的感觉是真实的 而且 他们的劳动条件 其实不只是 他们 关乎他们 其实他们有很高的正面外不行 嗯 劳动条件越高 哦 然后他们的公时越短 他们就越有条件 去来管控好整个铁道安全 对 就是你不能够要马儿好 又不让马儿吃草 然后要把马儿 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东西让它卖掉 嗯嗯 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 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当然公司化肯定是一个方向 民营化肯定是一个方向 但是基本的这种所谓的讨论 或是基本的数据 基本的实证是很重要 不过从我们刚刚的讨论当中 我们会发现 好像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或是我们在逻辑上面来看 或是台湾过去的经验来看 公司化跟民营化 未必是能够去解决 台湾的台铁问题的一种方法 今天非常谢谢呃 卢契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 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相关问题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